双将不起葱 越长越有空 外公 快孙女来喽 还有青仔 双将降温 要减少距离运动 还要注意保暖 尤其是膝关节 好好 孩子们长大了 来 先进屋 有好吃的 青仔哥 外公给了好多秋桃 我们回击地 让精灵们也尝尝 好美呀 停车做爱 风铃晚 双叶红鱼 二叶花 青仔 你们快来基地 双将精灵醒了 节气仪还没修好 双将精灵怎么就醒了 赶紧去看看 双将来啦 冬天就不远了 年关也不远了 能量恢复加快 太美妙了 今年还有好多好吃的 走 下山找吃的 肯息 跟着老大有肉质 你们在干嘛 有火 专屎 双姜妹妹的魔法太厉害了 就是太适睡了 睡着了还不老实 我们得想办法唤醒双姜妹妹 立春姐 你用治疗魔法试试 啊 春生 有效果 我们拍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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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跳舞 先睡着双姜妹妹 突然又要乱来了 春生 啊 好累啊 我啊 我的手都拍红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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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们带了什么 小心 小心 长得像个小柿子 刚才是在梦游吗 跟平度妹妹一样可爱 三小婷啊 怎样才能让双将妹妹 从梦游的状态中醒来呢 我想起来了 一百年前双将也是睡不醒 徐老师就是用盘桃大浆熬的浆水 叫醒了她 我三姨家就有盘桃大浆 我们也去 这个串子里的熊好好吃啊 就是能量太少了 别叹气了 双将三防 防秋灶 防秋寒 更要防秋玉 晚秋天 木枯黄 有丝多呀 我肯定是秋雨了 我也是 老大 那边好多人在说什么盘桃大浆大丰收 我肯定有很多能量 走 饿了饿了 他们怎么还不走啊 他们总算回家吃饭了 给我们吃了 老大先吃 好多能量 辣 辣 好辣呀 这 这不是盘桃味 扯 你吃过盘桃嘛 就盘桃味 好辣呀 好辣 好热呀 我感觉能量爆肠 有点控制不住了 水 水 好热啊 刚才这边 好像有光芒闪烁 不应该呀 盘桃大浆怎么会发光 年少 增强我 增强我 蠢 蠢 斗转星移 节气 加油 老大 怎么办 我们被你的虚弱萌法搞得跑不动 吃了 不少能量 跟他们拼了 你们 不少人 不少人 炎羊 吃个大疆就这么强了 老大为我 老大霸气 老大 老大自己人啊 年少就是疯了 他好像是吃了这个才变成那样的 我也试试 立夏 别乱扔东西 这 这儿怎么还有一个 我还不信了 双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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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摊 与中刀 我们回去给双脚熬浆汁唤醒它 老大 再回去吃点 盘桃大浆虽然很烂 但能量很多 可是盘桃大浆的能量容易让我失控 老大 那边的秋桃也成熟了 这个节气好吃得真多 每年公历的10月23日至24日间 就到了一年24节气的第18个节气 双降 双降气温骤降 昼夜温差较大 在这段时间里 野外万虫万物准备折服 人们忙于种植碗茶麦 摘棉花 秋桃 更翻整地 在冬季来临之前 加紧对田间作物的管理 做好月冬的准备 双降时节同样也有进补的说法 可以吃一些营养丰富的羊肉 水煮肉等肉食 但尽量少吃葱 蒜等腥味食物 多吃健脾养胃 养阴润的食物 如栗子 蜂蜜 槐山等等 好